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的接近晚上时间 今次有我去楼山,还有我们的小白熊社长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全能天使,大马sir,马来根 各位朋友好 好了,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沙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我想奶茶大家喝得多了,奶茶联盟呢 大家有没有认知呢?或者有没有听过呢? 当然了,他们的全名叫奶茶联盟抗权威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奶茶,是吧? 大马sir,你那边多喝奶茶吗? 年轻人比较喜欢,我就一样,因为很甜 很甜啊,是吧? 因为那时候新加坡那边都是,都是比较很甜 我都觉得比较甜,你叫他小甜,他都是很甜 我都不太明白 他说,那你现在要黑咖啡咯 那好吧,你给我黑咖啡咯 那就是一件事 那好了,那我们说一下发生什么事 大家对于缅甸那里呢,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关注 也都不希望呢,真的有人因为这样而叫做走了 那可能你说,那那些黄友最流行的 我们不出来就没有的了 难道叫他们怎样?做缅珠啊?缅甸珠啊? 喂,大哥,你出来啊?是吧? 不要说得那么轻松,尤其是那些不同的地方 我明白,有集会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态度和你的取态究竟是怎样呢? 我觉得表面上你好似在声援 但是实际上你是在做一些很险恶的事 有什么呢? 好了,刚刚过去的,27号的时候呢 在纽约,刚才说到的,一个奶茶联盟 那个叫抗权威,搞了一个游行集会的活动 主办单位说有1200人参加 哇,那有什么人物呢?当然啦,见到什么最可怕的呢? 就是啦,见到手足啊,他们所说的这班,其实我们所说的叫暴徒啦 哇,出动啊,厉害啊 那他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先说一些巴授先啦,好吗? 好 当然啦,有很多人呢,就拿着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方的旗子 国旗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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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在那个场地里面呢,哇,到了大会 在那个台那里集合的时候呢,可能有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旗子 那些代表站在那里啦,我见到咦,为什么有那支旗子,这么搞笑呢? 哈?就是那帮黑暴啊,他们那时候最喜欢的那支呢 光时?不是光时,光时不像国旗嘛,因为是字来的嘛 因为,他们就拿了那支呢,黑底,跟着洋子经呢 那有两块叶,好像烂了那个呢,他们不是很喜欢弄这个logo呢? 嗯 那他们拿了这支旗呢,跟着那个队子呢? 嗯 挺搞笑的,神經病,他们当了呢,真的呢 香港呢,已经是,就是用这个区,他们所说的叫做区旗啦 我见到效果呢,就很好笑啦 他拿回上去呢,人家其实知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呢? 还是怎么样啦,那还有一齐在那里举什么三只手指啊,还是怎么样的 那黑暴,又穿回他们一罐的装束啦,黑色啊,头盔啊,猪嘴啊 或者戴上眼镜,完全呢,他妈妈也不能认得他的儿子那些来的 嗯 那好了,又说什么反权威啊,还是怎么样啦 跟着,学联,前秘书长呢,大家还记得是谁啊 就是酒永康呢,哇,他也有走上台发炎哦 那走上去抽水啦,又想人家声援他,还是怎么样啊 他就说,不止香港啊,其他地方,很多民主民,民运人士都被捕啊 但是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光 在那里叫这些啊,那我们现在先讲问题在哪里 希望民众能够努力争取自由 你在一个自由的地方叫争取自由? 那你不回香港才跟他们一起争取自由? 是吧? 你怎么会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的光呢? 这些呢,被那些手足听到呢,真是难听过粗口啊 就是那些暴徒手足呢,是吧? 喂,你是我们的希望? 啊?好像罗冠聪那些,你们先走啊 哦,又说自己什么美国读书啊,这样那样啊 弄过什么差事啊,之前又说自己很忙,原来忙什么呢? 弄过什么香港约章啊,是吧? 嗯 现在怎样啊,那个香港约章,有没有人签啊? 少到不少,啊,说起那些签名少到不少那些呢 他们最近不是搞了一场向英国政府施压的呢? 说,叫,死我都忍不住笑,我有留意着的 那我们望向编辑部呢,对这个资料方面 我们都是尽力啦,去做好一点点啦 去和大家留意着这个动向的 就说要向英国政府方面施压 就说要他们证明,就是有这个叫做 Hongkonger Hongkonger,不是英国,British Hongkonger 就是要将它区分了这样东西出来 那我听这个,要人,要人,要人签名,怎样怎样 那我看一看,其实呢,大家试想想一下 上网,用个键盘也好,用个手机也好 按按按按按按按,就可以签到了 喂,那么多日,整个星期都有了 喂,只有五百多个而已 那么不给面啊 喂,Hongkonger,不支持Hongkonger 不是吧,是不是 那我不知啦,你想想一下,你们自己 英国那些黄友,自己互相自己按按按按按按 来想证明一下 英国香港人 这个证明运动都搞不定啊 你跟我,你周永康站上台跟我说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光 喂,你和热狗在哪里烧,烧BBQ,中国国旗有什么分别呢 是吧,你和芒果佬影印基本法 然后再把它拆掉到标准才会使用 那又有什么分别呢 是吧?其实没有分别的哦 即是呢,有时你在一些安全的地方 就不要说到自己这么大,这么勇猛 这些我其实很厉害的 我看到就是 然后呢,原来 还有一个,在纽约那群暴徒 为数也不少,就是NY4HK,New York Supporting Hong Kong 他们这个组织挺有趣的 这个集会看到也相当人多,又一起,有些像当时的热血公民 黏着泛民搞这些游行,他们自己平时就不会出来的 其实他们应该搞一个,例如泛民47,五大诉求,还是怎样搞这些集会 你看看你牵头有多少人说肯跟你成为一个联盟,来对抗 你倒一会儿,你不敢这样做,你走过去黏在一起 那可能你说我们希望我们就是光,那人家就会耶,这样,复旗,BBB,这样 你想要这一下,其实你抽人水而已 那好吧,那继续讲回,也都有各自各,像五一游行那样 甚至乎可能说大嶼山那些牛,彩虹好像忘记了,可能有都不顶 七一通常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拼盘那样,个个都走出来 什么都有些,可能甚至乎那些大嶼山那些牛的组织都会有 什么感动,乐旅那些,说那些牛呢,我看到动房日报呢,好像变了这个叫做动牛日报 是不是?很多牛打开网页,全部都是牛头的样子 真是惨啊,这样下令他们动房日报的餐厅,不要有牛吃 是吧?甚至乎要将牛,神圣化才行 那还好笑啦,那些人又走去,人家都是啦,各显神通啦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他们都有整个save Hong Kong的旗 在那里复复复复的那些,那还有啦,刚才大嶼山一开始说 光时之旗都有人拿出来继续伏的,有机会就伏一下咯 不过当时的画面也挺有趣的,那帮黑衣暴徒里面呢 有一些穿着僧女服的那些和尚那里,光头的那些和尚呢 就一起走,效果挺有趣的 是绵甸那些佛教徒来的,应该是 嗯,是啦是啦,这个效果挺有趣的 是啦,好,那继续讲一下咯 这个NY4HK的创办人呢 那他就不是周永康,那叫他杨锦霞 在起行之前,那也都走去台上发言 在那里讲呢,47个泛民被捕的东西 那全场竟然静了,完全没人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 是啊,只是讲完之后就拍掌咯 那讲完之后,周永康出来就说什么什么 我们就希望,我们就光咯 又说什么,希望人,我们也能够努力 继续为香港,缅甸等等地方 争取自由 缅甸那里已经不是靠口就可以争取到自由的事 已经,是不是 口是已经没办法的了 那麵甸那里太糟了 是啊,有时候我都看到,这些情况都很深谱 是啊,那再讲多一点 这个奶茶联盟,给大家一点点 大家调解一下 最初就由泰国、香港 还有某些地方的网民组成 后来还有其他的亚洲地方都说要加入 日本、马来西亚、印度 都是响应的 不一定那个地方有奶茶才行 不同国家和地区就组成了联盟 最初就说,矛头都是指向中国 又说这样那样的 后来就变成了 说一种叫做反对集权统治的阵线 都是,他们喜欢怎样玩就怎样玩 不得一个句 有时呢,你们以为玩得很过瘾 但我觉得在别人的伤口上面灑盐 比较,会似多一点 日本好像很少有人喝奶茶 好像没觉得日本喝奶茶 不是很觉得 是啊 好吧,希望周永康这些人 看见了霸几火 这些都是继续的 我不明白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黄友 会相信他 觉得香港希望好好保存 你们有用之身,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煲底健 即他们那个煲底健 如果还有这个所谓煲底健的盼望 你都可谓要验一验你的智商 或者你那个 真的要再教育一下 因为我们那天的《芒昌集》 大家不知道听了没有 有机会试听回那集 他们那几个 我们叫《芒昌集》那几个中大生 他们仍然会觉得 在煲底健 他们是问他们有多强烈这个感觉 他们说是极强烈的 即是他们说 不需要什么身份 什么不隐藏自己身份 可以大喊光时 还是怎么样的 这个真的 令我觉得挺惊讶的事 为什么大学生可以 因为2019年的事件 会变成这样 因为当初我们有一个都是做医生 你做医生 其实去到四年班 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因为有些人 可能你本身想着 是可以有能力 即是你的成绩方面 能够给你做医生 暴动罪的暴徒 我觉得真的 是香港的一个经典 那我们今次来到这里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